各位人間學院的同學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的佛教日門八堂課 帶三堂課去閱讀班 其實我們在這個疫情之下 還有機會可以在家裡 藉由這麼高的科技 可以一起上課 一起精準 其實都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佛教史話 如果你們昨天有上知群法師的中文課程 你會知道這課很感恩知群法師 其實大部份都是他所準備的 所以我們進入我們的課程 佛教史話 好 四個字其實就是佛教的歷史 我們要一起來探討佛教它最原始的意思 甚至乎它的開始的一個歷史 其實這四個字裡面 我們最重要的當然是佛教這兩個字 佛教又是什麼呢? 我們身為一個佛教徒 我們身為一個佛教徒 可能未真正學佛之前 你都曾經問過你自己 或者是都被人問過佛教是什麼呢? 不知道你找到答案沒有? 其實佛教就是佛陀的教義 佛陀的教義又是什麼呢? 或者是我們再想小一點佛陀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佛陀這兩個字 它並不是原始的中文 佛陀這兩個字它是陰液 之所以叫陰液 就是它是拿一個字的陰 就是讀陰翻譯成為中文 就是將陰直接翻譯成中文 寫成佛陀 原本的陰就是佛陀 或者是佛陀 其實佛陀和佛陀 它是印度的古文 佛陀或者佛陀 它原始的字 意思就是覺悟的意思 覺悟之者就是佛陀 為什麼我們不講中文的時候 為什麼當初翻譯的人 不直接講覺悟之者呢? 因為其實在了解佛教的過程中 是太多的高僧大德 甚至乎是翻譯者 覺得覺悟這兩個字 並沒有辦法很完美地去拳釋佛陀 它的一個很廣大的意義 因為佛陀 佛陀這兩個字 其實包含了世間上 無常的真理 除了無常的真理之外 還有人本身 因為佛陀本身 它有一個完美的修行 所以無常正德正覺之者 我們都可以稱呼佛陀這兩個字 所以佛陀就被翻譯成為佛陀 佛教就是佛陀的教義 所以其實聽到這裏 我們應該是覺得很感恩 雖然是過了二千多年 二千多年 二千多年 我們到現在 都是有機會 聽到佛陀的教義 其實真是一個很殊勝的恩怨 佛陀 當我們說佛教的時候 就會說到佛陀 佛陀就是佛教的創始者 所以佛教的創始者是哪位 不是高聖恩菩薩 不是米勒佛 它是佛陀 通常我們這樣指佛陀的時候 就是指釋迦摩尼佛 所以釋迦摩尼佛是我們的教主 他教我們的就是教佛法 所以我們是他的學生 我們是他的弟子 所以是一個學生 和大老師的一個關題 這個學生和大老師的關題 其實都很重要 為什麼呢? 其實在一般的宗教裏面 佛教上這一方面 相對來說是非常之特殊 一般的宗教其實可能是一個主人 和一個身份和地位 是沒有辦法可以相提評論 所以我們的老師佛陀和我們 佛陀是一個無上正德正覺之者 我們當然是誤及佛陀 但是佛陀幫我們說 我們是跟他有同樣的一個內心的質素 我們都可以變成這麼圓滿的一個收容者 所以學生有沒有機會 有一天變成好像佛陀那樣好呢? 有沒有機會好像變成我們的老師 其實佛陀就給了我們很大的希望 去說一定可以的 所以這就是佛教和其他的宗教很不一樣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看看這個PPT 接下來我們看到中間這一幅圖 是關於我們亞洲 比較靠近印度 是不是中國來這裡 中間你會看到 左邊中間那裡是否一個紅色的點 這個點就是藍皮尼縣 藍皮尼縣對佛教徒來說 應該是要非常熟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是我們佛陀出生的地方 這個地方大家看看是在哪裡呢? 它是在印度的北部 即是現在的尼泊爾 所以可能我們的同學們會說 佛陀究竟是印度還是尼泊爾人 其實在二千多年前的印度 分成十六個國家 有些國家比大 有些國家比小 其中一個國家 就叫做加皮羅維國 這個國家是 在古印度的北部 非常接近藍皮尼縣 當初這個國家有個國王叫做靖泛王 靖泛王有個皇母就是摩耶夫人 他們兩個結婚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 其實都沒有自己的子女 所以就沒有人可以繼承這個國家了 所以他們兩位很緊張 直到有一天 所以摩耶夫人就蒙到綠牙的一個大象 這個象就入了她的肚子 摩耶夫人就有了寶寶了 有了寶寶到她要寧產的時候 在古印度的一個習俗 就是懷孕的婦女 要回到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家裡 在那裡生產這個寶寶 那麼我們摩耶夫人都不例外 她就回去了 但在回到國家的途中 就是經過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藍皮尼縣 在這個縣上佛陀就出了世了 所以佛陀出世的時候 就有很多故事了 不如其實我們現在說到佛陀的一生 我覺得不如我們放一個 指貌法師準備的影片給大家看 讓大家可以更加認識 透過這個影片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佛陀以前發生的所有事 來 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人間的佛陀 赤著一雙腳 行走在橫河的兩岸 這一走就是四十九年 他帶領著我們學習解脫的方法 指引我們暗夜裡的光明大報 佛陀未出家之前名叫西達多 是世家族的太子 他剛誕生不久 就被向師預言 長大後 將是統一全天下的 轉輪勝了 作為世家族未來的希望 西達多在王公的生活 極其從容賢樂 悠悠柔軟 但是 為了求得自由解脫的大道 救度眾生超過生死的大海 西達多騎著白馬離開了王公 來到雪山下的森林修行 六年的星辰風明 西達多歷盡了種種苦行 最終了悟要依循中道修行 修行就像彈琴 要不鬆不緊 弦太緊則斷 太鬆則彈不出聲音 縱欲享樂或極端苦行 都是一種執著 暗於中道才能達到生心的解脫 西達多 西達多端坐在菩提樹下修行 獨自面對重重來襲的煩惱國軍 大地可以為我作證 大地可以為我作證 此刻西達多的內心沒有一絲好的散熱 達到清淨無染的境地 他自覺開悟成佛 其哉其哉 眾生皆有無來佛性 只因成佛而不得見 我沒有驕傲的心 我不是明文的奴隸 更不是一切立揚的實意 我是為了留步正法 究竟沉溺在苦海中的眾生而來的 大王 您是國王 應該愛您如您的愛子一樣 不要壓制人民 生命是平等的 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尊貴 無論平復貴賤 每個人的內心都能散發光明 佛陀請放開我 我 我很髒 你提 人不可以看清自己 我們不因出生而尊貴 而是因行為而尊貴 你清除人們家裡的污秽 所以我清除人們內心的不敬 一提 你和我是一樣的 起來吧 羅喉羅 這盆裡的水可以喝嗎 不可以 你就像這水一樣 本來是清淨的 可是你常常撒謊 就像清淨的水有著夠會 誰也不會珍惜你 阿納綠 你看不見 我來幫你逢吧 我不曾想過弟子是我的 眾生是我的 我只不過是僧團的一份子 風向下比羅衛昌 風向下比羅衛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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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尊 您為什麼要坐在這棵枯樹下 被太陽曝曬 請倒樹蔭下去吧 親豬的樹蔭 比世間任何的樹蔭 都來得清涼 大王 你感受不到嗎 自我正得正覺以來 以巴正道 正見正思維 正語正念 正命正經驚 正念正定 教化眾生 我說法度眾 不曾覺得辛苦 佛陀降生在王宮 青年時出家 歷經苦生 在菩提樹下成道 八十歲的這一天 在梭羅雙樹間滅盤 我要度的眾生皆以度盡 還未度的眾生皆以中了得度的姻緣 你們要以戒為時 隨時 隨時我的教法修飾 就是佛陀永遠在人間 在梭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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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 在梭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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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泡 在梭羅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这个视频其实YouTube都可以找到的 这个视频是在2011年当佛陀纪念馆落成的时候 那时马来西亚的佛光人和那里的法师一起联合 找到当地的艺术家配合制造这个3D视频 这个3D视频当时就当作是佛光人的一个礼物 送给佛陀纪念馆 当我们贡献 即不是贡献 即是我们贡献佛陀的一个心意 所以这个视频其实真是非常好的 全息了佛陀去和出生到去涅盘 甚至乎到后来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到 那个很专业的金像佛陀 其实就是佛陀纪念馆 所以是从佛陀出生、长大、说法到欧美涅盘的一个过程 甚至乎到欧美的佛法是洪扬到全世界各地 甚至乎到我们现在的佛光山 那我们现在的佛光山 因为佛光山的恩怨 所以我们现在的全世界不同的寺院道场 和法师可以在这个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佛法 它的恩怨是这样起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珍惜这个恩怨 会觉得所有的一切真是美好 很感谢有佛法 所以这个视频欢迎大家 可以去和大家分享 和你的亲朋戚友一起分享 那我们回来了 虽然是看了视频 不知道你们大家记不记得 中间讲的一些重要的东西 就是距离现在 佛教起源与印度 距离现在已经是二千多年了 那我们正说看视频 所有佛陀一生的过程之中 其实佛教陀 将它分了八个重要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 我们大家今天就一起记起来了 因为这八个过程 是有一个特别的名词 叫八上成道 所以八上成道 可能以后很多人问你 什么是佛陀的八上成道 你就不可以说不知道 我知道佛陀的一生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八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大家记一记一 好像佛陀一生中 其实未出世到佛 这个世间上 未出世到这个娑婆世界之前 就有其中第一个上 就叫做 降兜率 我希望我没有读错 降兜率 兜率 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个字眼呢 是你们没错 兜率 不是一般的中文 其实兜率 都是古人道文 可能佛陀的说法的经典里面 有提到 其实这个娑婆世界 除了我们人间之外 还有很多的天界 兜率 就是其中的 其中的一个天界 这样相传所有的佛 要成佛之前 会经过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次的 行世间上的降丹 那他们行最后一次的降丹 世间之前 就是在这个兜率天 行兜率天做什么呢 行兜率天说法 以及观察人世间 等待人世间所有的因缘 驱逐 当所有的因缘驱逐了之后 菩萨就会降丹世间 然后完成他最后的修行 所以八相性道的第一相 就是降丹述 第二道就是住母胎 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也有说到 就是母胎夫人和正范王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自己的自失 所以他们就非常紧张 直到有一天就梦到一个 绿瓦的白杖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为什么不是说绿瓦 为什么是两只牙的 其实很多佛陀的股市 可能有少少的出入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母胎夫人 非常专业的母胎夫人 就蒙不到这个白杖入母胎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八相成道的大意相 现在我们就讲大三了 大三就是三位太子 就是在我们刚才说PPT那里 蓝色那个地方 叫什么名字 还记不记得 蓝皮尼远 在蓝皮尼远的时候 摩耶夫人就生了个嬰 就是我们的太子 太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莫尼佛 太子未成佛之前 我们怎么称呼它呢 就是释达多太子 释达多太子 根据我们的了解 就是他一出生了之后 就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说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可能曾经有朋友想过 哇 为我独尊 那会不会是一个好自我 的一个说法 其实我又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都指着自己 是说我 所以我相信佛陀这里的意思是 每一个人的本性 的内心 都有非常之 就是都有这么尊贵的一个佛性 所以就是为我独尊的意思了 那接下来身为太子之后呢 就是社族出家 那当然中间就有佛陀成长 佛陀成长 就是我们的太子成长 太子成长的过程之中 其实他已经是展示到他非常不同 梵响的一面 比如他五岁呢 就将所有的五名 印度所谓的五名 而学习了 那五名是什么呢 就是古印度 他们自己设定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系统 那小小的佛陀就非常之激出 所有都学习了 甚至乎 有一次哦 佛陀就到他的皇宫外面 他走了 那看他走走之间 他就发觉了四个重要的现象 那一个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老人家 大一个呢 他就见到病人 大三个呢 就是死人 大四个呢 他就见到一个修行人 就是一个沙门 那他见到这个沙门了之后 其实他就引起自己 很想去出家的这个想法 他想到世间上有那么多的问题 有那么多人 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 我 我身为一个太子 其实我可以为大家做什么 所以他就选择 他要写族出家 他要为大家沉水 这个可以自在 真真正正正解脱的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大五道了 大五章了 这个章就叫做狂魔 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有啊 其实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 好像邪魔妖怪 还有一个美女 那个上渡 那其实可能有同学曾经问过 这个世间时候 是不是真的有魔呢 那你觉得有没有呢 我相信有些同学是觉得有 有些同学觉得没有 但是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 其实我们有没有经过魔考 我们有没有经过这样的考验呢 自己的欲望 是不是我们的考验呢 那对权力 对前才 对自己的执着 是不是我们的考验呢 如果我们是有经过这样的考验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魔考 所以佛陀 看他的这个是大五章 就是经过这些考验 然后都降伏了自己内心所有的考验了 降伏了考验之后 大六道就是圣道了 大六道就是圣道了 这个时候的佛陀 已经是正德无上正德正觉 所以世间上就有了佛陀了 所以之前都是太子 到了圣道之后 他就是佛陀了 就是无上各无知者 然后大七道 圣佛了的太子就是佛陀 当你圣佛了之后 要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 在学佛的这段时间 很多的信徒 或者是一般的朋友 曾经都问过我们 师傅啊 圣佛了之后 究竟要做什么 当然要服务世间 是吧 难道成佛了之后 就什么都不用做什么 所以其实佛陀成佛了之后 他就不停地说法 根据我们历史记载 他说法四十九年 他的脚步是塔进北印度的 所以在古印度二千多年的一个时代 要走进这么大的地方去说法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甚至乎他的佛法到现在都在流传 可见到当时是多么重要 和振奋人心 我们现在有透过很多的 不同的科技 网站 或者是手机 电脑 但当初的佛陀 是口耳相传的 所以佛陀的说法 就好像 就是狮子后 那么重要 太八 即八相成度的最后一相 就是 涅槃 佛陀佛八十岁的时候 好像视频上也有说 身为一个正常的人 肉体是有离开我们的一次 所以佛陀也有经过他的涅槃 他涅槃的时候 所有的天人 和他的弟子 都感到非常难过的 只不如我们进行另外一个步骤 就是看一下 看看现在的PPT 你们知道我们要讲什么吗? 智群法师昨天准备的 如果还没听过中文课的学生 你们看一下 刺戒大一 说法大一 智慧大一 投陀大一 神通大一 物行大一 天眼大一 多闻大一 议论大一 解胸大一 这十个特征 都是看到全式出家中的 是的 没错 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他是全式佛陀时代的十大弟子 我们正说了解佛陀一生的时候 就有说到佛陀成佛之后 他就开始说法 在说法的过程之中 其实是度了非常多的众生 甚至乎他的生团 从他本来一个人 就建立了生团 到一千二百五十个上随众 所谓的上随众 就是经常跟着佛陀 一起听闻他的交易 和说法的出家弟子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看看有什么答案 射利佛 目见连 富楼罗 衰菩提 加尖言 大家舌 阿难律 幽婆利 阿难陀 和罗后罗 念不念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最特别 和最出名的特征是什么呢? 在开始念一念之前 我觉得有些佛陀在世的时候 和他的弟子很有趣的股市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不分享都会觉得 这个佛教史话是不圆满的 所以在十大弟子里面 大家觉得要说哪一位呢? 我是选择说大家舌 为什么呢? 大家舌尊者 大家舌尊者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首 他最有名的就是头陀大一 其实大家舌尊者 他出生的地方 是破浪门的一个很好的家庭 所以他长大了之后 因为他很优秀 父母就多次催他 快点催亲 快点结婚 大家舌尊者 他以前就算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修行人了 所以他就拒绝父母 到后来拒绝太多次了 他就垂手一指 只要家里面有一个黄金挑成的媚女 他就说 如果世间上是有这样的 生得像这个黄金美女那么漂亮的人 金色发光的人 我就娶她了 他父母真的找到一个这样的女孩 这个就是家庭落泪 大家舌 没办法 只能处置家庭落泪 新婚之爺 两个都很不开心 大家舌就开始觉得很有趣 对啊 为什么这个女孩这么不开心 她就问她了 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 这位女子就帮她说 其实我根本没有兴趣嫁人 我只是喜欢修行 所以一拍即合 所以她们非常之开心了 就觉得好了 我们就这样说好 大家互不干扰 大家一起修行 然后一切就这样 度过了十二年 十二年之后 让大家舌的父母都已经离开这个世间 大家舌专者就帮她的太太 即是那个女子说 好 我现在可以出去真正的修行 我要找我的大老师 如果我都找到我的老师 我一定会回来帮你说 在这个时候 很特别的 佛陀就察觉到大地的震动 其实佛陀是知道 我有一个大地址 一个很坚持的弟子 要来找我了 所以其实佛陀 他就自己独自上路 他走到五里 五里这么远的地方 去见他未来的学生 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举动 所以他到了一个临院的时候 他就坐在那里 然后就开始放肛 他放肛 照亮了整个树林 那时候大家涉足经过 他一经过一见到佛陀 他就马上跪下 他就说 这位一定是我要找的老师了 他就马上跪在佛陀的脚下 说 细尊 你是我的老师 我是你的弟子 说了三声 细尊 就是我们的佛陀 看那个时候都说 大家涉 我是你的老师 你是我的弟子 就这么简单 就马上为他开示佛法 然后看接了你的七天 大家涉 就已经是正德奥罗汉哥 解脱一切烦恼 好有很厉害呢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涉 尊者 就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首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典故 大家可能都听过 凌宙山 凌宙山就是佛陀 事常说法的地方 相传有一天佛陀 就拿了一叠花 什么都没有说 就好到微笑 所以这个弟子中多了 嗯?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说 代表什么呢? 就是大家涉专者 看着佛陀 就笑了 因为他了解佛陀的心 佛陀说 很多的法 是没有办法用言语 用言语 用画 或者是用眼睛来看出来 或者是传说出来的 只有涅槃 就是真真正正正可以达到 一个涅槃很激淨的心 才可以灵回得到 那么这个特殊的教法呢 我现在就托付给大家涉专者 这个就是以心存心了 也就是禅宗最初的一个典故 所以可以见到 大家涉专者是多么特别呢? 他很多时候都很喜欢 投陀行 甚至乎是到后来的时间 带着很多佛陀的弟子 一起去进行投陀行 第二位要和大家分享的专者就是 衰菩提 话说以前有一段时间 佛陀突然间 大家都找不到佛陀 佛陀究竟去了哪里呢? 有天眼大一的阿娜 阿罗律 就用他的天眼来观察 就知道原来佛陀 去了都离天 为他的母亲摩耶夫人说法 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 阿罗律就把这个消息帮大家说 大家非常思念佛陀 大时间觉得非常快 佛陀就快回到人间了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佛陀未到达的时候 所有的弟子都想办法去接应佛陀 这个时候的衰菩提 他在逢衫 他想哎呀 我都要去接佛陀的性格 咦? 但是 其实佛陀的真身 不是眼耳口鼻可以看到的 所以如果我去迎接佛陀的话 将佛陀的真身 当是一个四大合 和合的一个身 那就是没有正式形式到佛陀的空性 就是空性 所以没有正式形式到这个空性 我就不会看到佛陀的了 所以我心里面的佛陀呢 其实就是代表一切的空性 所以他就没有去接佛陀 他就在那里打坐了 那佛陀的归来是一个天大的喜事 生团中 到处的人很高兴 大家都走去迎接佛陀 那大一位迎接佛陀的就是 比丘尼 叫做神通大一的练花式 他迎接佛陀就说 佛陀你好 弟子练花式是第一个 迎接你的性格 请佛陀你接手 弟子的拜见 佛陀就笑着说 练花式 其实你不是第一个 迎接我的人 那练花式就非常奇怪的 然后就说 哎 左右边 我是第一个 所以练花式说 那不是我 那是谁已经迎接到你 佛陀就说 哎 你们很好 那么远就你不接我 但第一个接我的就是述菩提 因为练菩提 是在灵袖山那里观察 诸法的空性 他才是第一个真真正正正的 看到我的人 因为见法的人 就是看到佛陀 第一个迎接佛陀的人 那这个就是练菩提 解胸大一 出铺提的一个故事 那接下来 我们就说一下 安娜律 那大家听到这里 有没有想黑眼睡 希望没有 那其实呢 如果是 觉得有点累 想黑眼睡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 甚至乎以前佛陀说法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些在家弟子 或者是出家中 都会黑眼睡 比如有一次佛陀说法 就是这位安娜律 就黑眼睡了 佛陀就批评他说 你这么好睡 就好像那个螺丝 磅堪雷 一睡一千年 不问佛明智 那安娜律 他听到佛陀的批评 就非常之不好意思 他就帮佛陀说 从今以后 我不再睡眠 就非常之精进 但因为他不睡眠 就还了硬定 佛陀知道了 就安慰他说 修行了 不吃都不行 不睡都不行 一切众生 与一食物 才可以生存在这个世间上 我们的耳朵 耳朵的食物是什么呢 是声音 鼻子的食物是什么 是香 我们舌头的食物 就是味 就是食物 我们的眼 的食物 其实就是睡眠 所以我们的修道 脂量食物 是涅盘 所以你应该是适当的休息 保护你的眼睛 所以这个就是 阿诺 阿诺 天眼大一 接下来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 阿难 阿难他是白法王 白泛王之子 他的歌就是 蒂婆达多 他们两个都是佛陀的表兄弟 阿难为何对我们来说 那么重要呢 尤其是对女众 即出家众来说 好像因人 因为以前 就是佛陀的仰母 就是摩耶夫人的妹 大爱道 都是看到很多人都出家修行 然后佛陀 是这么大 因为智者 他自己心里都想 我真的很想 跟着佛陀一起出家 但是其实唐印度 古人道的那个时代 女众出家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所以其实大爱道 他都遇到了 非常之多的困难 甚至乎 他自己开口向佛陀说 请求出家 佛陀是拒绝了他的 所以大爱道 他有没有因此而放弃呢 没有 他就联合了五百位 都很想出家的 释迦族的女众 一起换了收到的服 剃了他们的头发 然后就去了佛陀 弘法的地方 那时他们就唐印度 不知怎样好 就遇到阿难 阿难 阿难问 你们为什么这么多人 换了收到的衣服 做什么 佛陀的仰慕 大爱道 就请阿难帮忙 去帮他说 拜托你 他们其实真的很有心想出家 请你向佛陀 为我们求情 最终佛陀答应了 所以这些可以出家 因此可以出家的女众 都非常感谢阿难尊者的一个帮手 其实文书菩萨都曾经赞叹过他 他说 尚牙就好像秋满月 眼似静年花 佛花与大海 流入阿难心 其实这个计字 是很好地传释了阿难尊者的 为什么呢 尚余秋满月 代表阿难尊者的尚慕 非常专业 根据经典来说 佛陀是32尚 阿难尊者就是30尚 所以其实已经是非常接近 一个圆满修行人的一个 一个庄严的上脈 眼似静年花 他看人的眼就好像年花一样 那么漂亮 那么清静 那么庄严 佛花与大海 流入阿难心 那最后的这两句 其实就是说了阿难 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 什么身份呢 就是身为佛陀的使者 其实好像佛陀比较好奇 从五十多岁开始 那时阿难尊是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就已经是当了佛陀的使者 所以有机会是否佛陀的使者 他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听到 究竟佛陀 他是和谁说法 他是怎样回答所有人的问题 等等 所以阿难 他是记得 而且他听过非常非常多的经典 重点就是他还可以记得 所以我们都叫阿难尊者为记忆大一 所以这两个最后的计指就是佛法与大海 又入阿难心 这个就是阿难尊者 其实还有一个阿难尊者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遇到美女 相信我们很多信徒 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关于摩登騎女 摩登騎女是一个印度 即是当地一个年轻的少女 那一次阿难尊者托波的时候 就经过他家门口 这个少女就给了他一碗水 那少女就觉得阿难尊者实在是太专严了 我非常之喜欢 他就帮了他妈妈说 他妈妈用了一些不知是法术 还是什么 阿难尊者就微微糊 但是幸好 很重要的时刻 佛陀就出现了 佛陀不是真的出现了 佛陀就帮忙 解化了危机 其实这个摩登騎女 她到最后 其实并没有放弃 她还是追着阿难尊者 跟着她走来走去 直到有一天 阿难就帮她说 我的老师佛陀想见你 那摩登騎女 就跟着她见佛陀 佛陀就说 你为什么要跟着阿难尊者 那摩登騎女就很老实地说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位庄严的尊者 佛陀就帮她说 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她 你要跟她一样 即是成为修行人 如果不是的话 你们相差太远了 阿难尊者又庄严 她修行又好 不如这样吧 你如果真是真心喜欢她的话 你也一起修行 如果你提升了你的行动的话 你们相差的没那么远了 你才嫁给她 那摩登騎女就很开心 她觉得 好啊好啊好啊 我都跟着阿难尊者一起修行 就这样 她就提法修行了 在修行的过程之中 摩登騎女听闻了很多的佛法 她其实 就起了一个懺悔的心 她就已经是 慢慢地探了自己的欲望了 她就看到终于明白了 其实世间上 最重要的都是修行 所有的肉体出现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现象 都是会消失的 无论一个人她今天多么壮严 多么漂亮 但这就是我们一个臭皮囊 所以 欧美 这些摩登騎女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修行的比优 这个就是我们阿难尊者的股市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 傅伦娜尊者 傅伦娜尊者是说法大一 她这个部教师的精神 其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话说一天 傅伦娜尊者要去一个 比较乡辟的地方 就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很远很偏僻 她要去那里王法 她就向佛陀告辞 她跟佛陀说 佛陀我要去那里王法 你觉得行不行 佛陀为她开心 但又为她担心 她就很亲切地帮她说 傅伦娜 你知不知道 那个地方的人 是很凶的 他们因为没有什么受过教法 所以其实是 他们的人的反应 可能会比较不礼貌 如果你去那里报教 他们不肯接受 骂你的话 那你怎样 傅伦娜就说 佛陀如果他们骂我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只是骂我 也不是太粗魯 佛陀接下去又说 如果他们开始用拳头 用石 用棍打你 我都觉得他们不错 如果只用拳头 用石打我 也不算是太伤害 佛陀又继续问 如果他们用刀刺伤你呢 傅伦娜就说 如果他们用刀刺伤我 也算是有人性 也没有把我打死 佛陀再问 最后一句 如果他们把你打死呢 这个时候 傅伦娜就说 我其实要感激他们 因为他们成全了我 可以以我的身体 就是你贡献佛教 睡到这个时候 就非常高兴地说 你是区避了一个 暴教者的精神 所以你已经驱逐 你已经 驱逐了这个资格 你可以去暴教了 这个就是 令我本身都很感动的 一个傅伦娜专者的故事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 另外一位 都很重要的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介绍所有的专者 但是这位呢 都要说一下他 其实他也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 就是 罗侯罗专者 罗侯罗专者 大家都知道 他在我们的视频里面 是很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是佛陀之子 他是佛陀之子 佛陀接应了他 出家了之后 他就成为 生团里面的 最初的3A 他的戒司 就是社里佛 社里佛 就是社里佛 传授了三尾十戒 给罗侯罗 一开始的时候 罗侯罗不小 他会 比较调皮 一些 譬如很多人 会去到 竹林正社那里问佛陀在哪里 他可能会说 佛陀在黄射城 或者是指点那个地方 佛陀在大一个地方 但是这些人就要走很远的路 去找佛陀 其实你都是被他指点了 被他骗了 所以你听我们视频里面说 佛陀就说了 如果你不珍惜你自己 就算你受了三尾十戒 你喜欢说大话等等 就好像这个盆装了不干净的水 是没有人会珍惜你的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会知道的 一个股市 其实现在要说的就是 罗侯罗除了这个比较鱼的股市之外 其实他自己一后都很争气的 后来罗侯罗就学忍辱了 他就学不要再用他自己的喉石 来做是非 他很多东西就要忍辱了 以上是大家普通上会听到 关于罗侯罗的股市 但其实我要说的就是 欧美罗侯罗是非常之争气的 他就其实物行大一 因为被佛堂扔了之后 其实他就很向他自己的内心去修行 受忍辱 然后收他自己不把口 不要再去欺骗他人 他在忍辱的方面 其实做得非常之好 说罗侯罗尊仔 因为他给了一个小 有一天佛陀说法回来 他就发觉自己的房间 他已经比较大一些比优 比优 更大一些比优 霸占了 他还把他的衣波碰到门口 那时候又下大雨 然后又没有地方可以躲 他就躲在厕所里 那里自己慢慢地观察自己的内心 真的满了 心里想 无论我发生什么困难的环境 我都不能起怨毒的心 这个时候因为下雨下得越来越大 很多蛇开始出来 因为很多洞都被水浸住了 那些蛇就开始出来 对他的生命开始造成危险 佛陀知不知道 佛陀是知道的 佛陀静坐之中 就发现了这一切的情况 所以就把他押入自己的房间里面 因为这样的一个恩怨 佛陀就制定了一个恩怨 就是说未受驱逐界的3A 可以和比优有两天 可以一起和一间房间同宿 因为比较大的比优 才可以照顾比较年轻的比优 所以这个就是罗后罗了 听了现在上面的故事 可能有些人 可能有些尊者的故事 我们是还未分享到 不过无所谓 我们回来这个念念下 那你们大家知不知道怎么念 看看你念得对不对 所写的佛就是智慧大一 穆基连是神风大一 虎流诺是说法大一 衰菩提是解空大一 加尖言是论义大一 大家舍是透陀大一 邱波尼是刺激大一 我那律是天眼大一 我南河是多门大一 和罗后罗是密行大一 大师有一个继子 希望我们可以介入这个继子 可以非常之容易记得 所有的十大弟子 它就是 写字连通说服 傅那 虽空尖论 家头陀 那律天眼玻璃界 阿南多文 密行罗 这个就是大师写的 给我们非常之简单 可以记住 十大弟子的名字 接下来 痴困法师还准备了 其实准备了这一面 这一面PVT 就是讲我们佛教历史 其实是可以从哪一个方面 去了解佛教的历史的 所以其实从一般的世界历史来说 去分时间和地狱 你们看不看得到 地区 左边那边是时间和地区 那时间的部分 如果以时间来说 佛教一开始就是 印度佛教史 原始佛教史 我们看佛教史 其实可以从哪一个方面 开始了解 虽然这里有很多字 但其实大家不要怕 如果你看到 这里有很小很小的线 所以它其实分一般的佛教史 左边我现在分最左边 还有尊史 一般来说佛教史 最大的部分 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用时间来分 或者用地区来分 如果我们说用时间来分 最原始 就是最原本 最早的佛教史 就叫做印度佛教史 或者原始佛教史 它是属于通始的部分 如果我们说断代史 就是当佛教史进入到布派佛教史 或者大乘佛教史的时候 这些就是属于断史 端代史 如果我们往下面看 就是用地区来分 其实也是一个佛教史的部分 比如南传佛教 北传佛教 掌传佛教 西方佛教 东亚佛教 东南亚佛教 南亚佛教 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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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学的一个方向 更大一点 用国家来分 就是西兰 就是现在的 斯里兰卡 或者是泰国 緬甸 台湾 日本等等的国家史 如果我们说专市的部分 就是我们最左边 下面开始 有专市 专市的部分 又可以分 人物史 政治制度史 经济史 思想史 生活史 文化史 文化史 社会史 或者是关系史 所以如果是人物史 有很多历史人物 比如十大弟子传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去看的历史人物史 甚至乎是 所有的高增大德的一个历史故事 我们都可以去看的 那么政治制度 就好像佛教的争团的一个制度 佛教的戒律的制度 是怎么开始执行的呢 或者经济史 就是佛生团里面的经济 是怎么运行的呢 还有思想史 比如佛教思想史 原始的佛教思想 报派的佛教思想 大乘的佛教思想等等 那还有下来的就是 你们可以看到 甚至乎是生活的 讲到衣食住行 都是一个可以去研究的发展史 藝術 佛教的艺术 佛教的建筑 佛教的音乐凡贝等等 这个艺术史的部分 我们可以参考 我们曾经出过的 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词典 文化史还包括佛教的语言 文诗典等等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其实学佛教的历史 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认识的 其实根本我们开始 就是通识的部分 就是印度佛教史 原始佛教史 而且这个时间 其实都不算是很长 所以只可以说 是真的入门版堂课的 其中一堂课 就是从非常基础 来了解的 印度佛教史 印度佛教史 好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印度佛教史 之前佛教史 在这里准备 还有分成几个部分 就是佛陀之前 就是释迦牟尼佛之前 二千多年 五百多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佛陀本身出生在古印度 古印度本身这个地方 已经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哲学思想 其实这个哲学思想 和佛教都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一个 印度佛教史 可以探讨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原始佛教 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 一切等等 第三就是布派佛教 大四就是初期大成 小期大成 中期大成 和晚期大成 之前大家有听到一个叫布派佛教 你们这里也可以看到 和和的生团 后来分成两个大部分 一个就是上左部 和大中部 这个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翻翻佛陀的古事 来探讨一下 其实在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的大议目就是 佛陀进入灭盘 是 话说佛陀佛陀进入灭盘的时候 其实大家 涉及专者 就从冤处 赶着回去 想看佛陀最后一面 但当他遇到的时候 他几年就听到消息 就是佛陀已经灭盘了 他更痛心 听到一些弟子 就很不孝顺地说 哎呀 那位老人家 很暗的 又说这个不行 又说那个不行 那么多事不可以做 现在他终于裂盘了 我们就不要那么辛苦了 其实类似的话语 大家摄尊者 身为佛陀的手座 是非常之心痛 非常之难过的 他们觉得不可以 佛陀现在已经不是了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去维护这个生团的和乐 想办法保存佛陀 对我们所有的教义 所以就有了第一次的经典集合 所以第一次的经典集合 可以说是因为佛陀涅盘的关系 特别是为了维持佛陀正法的关系 那 其实下面的PPT 这里也有说到的 好 大家这里有看到 第一次的经典的结集 就是最下面那里 就有大家舌 传者 阿南传者 邱伯利 传者 他们三位 就分别 大家舌是招集这个结集 阿南传者 就是习经的代表 所以我们的经典 所有的就是 如是俄文 的我就是代表阿南传者 他所听闻 佛陀所说的一切 因为他是佛陀的使者 他是听闻的最多佛陀的说法 第三个就是邱伯利尊者 因为利尊者 在我们的行 介绍所谓的尊者的时候 没有说到他 其实是持戒大一 非常料不器的一位受行人 他之前是一位守陀罗 在帮佛陀 替法的过程之中 佛陀引导他的所有东西 他都马上可以做到 而替佛陀 替法的时候 已经进入了四禅定的一个很高的境界 所以到后他跟着佛陀出了家 出了家之后 所有的王子 因为他被王子们做出家 王子们都向他敬礼 这个就是实验了我们佛教里面 平等和合的一个行动 当时古印度 阶级分别 这么分灵的地方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邱伯利尊者 也是很有名的次戒大一 所以他就是 集这个栗壮的代表人物 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是第一次的集集 第一次的集集 第一次的集集 那康佛陀裂盘了 即是距离第一次的集集 一百年左右 就发生了第二次的集集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里有几个人的名字 就是Sanakawashi 即是Sana和收 大社区 大社区 和陀沙婆罗 这个时候又发生什么事呢 根据我们的经典的机材 有一天 一位长老叫Yes Yasa 他就去到东方的彼舍里 那里去弘法 他就看到那里的比丘 好像托波的时候 是有收到金银的供养 那他就觉得不行 这个是不适合戒律 即是不适合的 那他们双方就讨论了起来 Yesuf 就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我要去找多些 得高望重的长老 你开一个辩论大会 去帮大家说 那是不适合的 那时候参加这个会议的人 就双方到后 双方都互相招集人 就有七百个人 双方就推选了一些 上座的代表 一共有九个人 来担任这个评审的责任 虽然这次的讨论 是因为金钱而起的 但是当时的讨论内容 除了金钱之外 还包括了其他的东西 包括炎 角炎症 量子症 他序乐症 住处症 睡症 所习症 三何和正 等等 所以双方讨论之后 有一边 耶撒那边 就说 尚例十事都不如法 叫做十事非法 所以因为这个十事非法 失败的被邮教的一团 就非常之不平 他们就说 我们的意见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聚集了一万个被邮 另外做一个折折 这个就是大二次的折折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有了暴派的时期 即是佛教正式步入暴派的时期 好 那我们说了第一次的折折 和第二次的折折 之后 佛教其实就真正是一个 佛牌佛教了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地图 大家还记不记得了 看到有个尼泊尔墓 这个就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现代的地图 所以以前的尼泊尔 是属于古印度的一部分 但现在就叫做尼泊尔了 所以我们会记得蓝皮尼远 蓝皮尼远 蓝皮尼远 就是看尼泊尔的境内 往下看 左边这些就是一个叫射卫城 就是佛陀奇缘正射的地方 在下面这些看 有一个叫尼泊尔 就是佛陀去涅盘的地方 在下面 右边有一个废射尼 就是佛陀寺 入诗经的地方 也就是比丘尼成立的地方 所以最下面看 就是一个旺写程 那里有灵袖山 有竹林征舍 甚至后面的 拉兰陀大学等等 也就是那里有 妙化练华经的说法地 因为灵袖山 还包括了我们说的 大家事专者的一个故事 就是 是莲花微笑的故事 都发生在这个旺写程 之外就是一个菩提佳夜 就是佛陀佳夜 这个地方一定要记得 你不够悠悠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撕法的一个恩怨 所以佛教正式成立了佛白针山寶 看到这些地方会不会有好奇 哇 究竟是 什么样的呢 佛陀当初用他两脚 这样行遍北印度 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现在虽然我们学佛可以通过电路 网络 用手机 很多方法 非常方便 但是当初佛陀 靠着他 和他的弟子 在一个地方行 去说法 认到佛法 被人家的感动 可以流传 穿过 这样一个时间 和一个空间 到二千多年前 二千多年后的一个全世界 其实大家可以想像是这样 了不起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感应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是 这里在哪里啊 这里是南皮泥园 南皮泥园 就是佛陀出生的地方 这里呢 这里是苦行林 佛陀曾经修行的地方 这里呢 大角整塔 即是菩提佳野 这就是佛陀大西六夜圆 佛陀第一次正式说法 初转法论的地方 佛陀第一次说法 初转法论的地方 这个呢 令袖山 就是佛陀和大家 整年花 微笑 黄射城 黄射城 就是临袖山 非常之近的 黄射城的 旁边的衣服就是临袖山 就是临袖山 这个呢 就是佛陀列盘的地方 这个呢 这个呢 就叫七叶佛 所以就是佛陀 第一次 就是佛陀列盘之后 第一次 就是佛陀列盘之后 第一次经典 接责的地方 哦 所以其实这里呢 我们的课程 就接近尾声了 那我们再重温一下 今天的课程呢 就是佛教史话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学了佛陀的一生 他的故乡 然后他出生 成人 甚至乎是出家 成岛 王法 那王法了之后呢 就认识了他很多的弟子 道了他很多的弟子 甚至乎他弟子一些 成长过程之中 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 到后来呢 我们还看了一些 印度的佛陀的 很重要的地方 一些上片 我希望这个呢 都可以 恭喜我们所有人 对这片 这片佛陀的一个上网 甚至乎是很感激 希望我们所有的佛教徒 都有一天 可以去到佛陀的故乡 去感受一下佛陀 对我们所有的慈悲 以及他的教义 好 接下来 就是做晚课的时间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做晚课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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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般若彼座心经 观慈哉 菩萨行圣果人 般若彼座寺 早见五云 见空 如意见 故而舍离子 舍不以空 空不以舍舍 皆是空 空即是舍手 相心 知也不若是舍离子 是主法 空将不舍 不免 不口 不勤 不真 不肩 是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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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舍 不手 相心 知我 眼 而 屁 舍身 亿无舍 神向为主 怕我眼见乃至我一世间 我无名 也无我明见乃至我老师 也无老师 今无国 皆灭道我之 也无我得 也无所得苦 菩提萨多 也波瑞波罗咪多苦 心无怪 无怪苦 我有恐怖 愿你颠倒梦想求 即涅槃三世主佛 我以波瑞波罗咪多苦 得恶牛多罗三妙三菩提佛 是波瑞波罗咪多 是大神就是大名就是 我上就是我等等 咒能主 我以解故 真实不去 故事不说 波瑞波罗咪多作 即所走远 皆地 皆地 波罗皆地 波罗 皆地 波罗圣皆地 目的 大神就是在祂 基 orbital上 输生学者 因此愿我代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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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在眼中 要是 要是不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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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在眼中 要是 要是不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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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在眼中 要是 要是不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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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在眼中 要是 要是不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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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读佛光山 开山 星云大师 为心形肺炎疫情 向观世音菩萨祈愿闻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有些地方封城 能够能够 能够冷静 宽心 慈悲伟大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有些地方封城了 有的活动 暂停了 现在我们更需要 发挥您救苦救难的精神 互助关怀 避免惊 避免惊慌失措 彼此鼓励 增加信心无畏 暂时的隔离 我们可以当作闭关 自我反省 一时的不便 我们可以静心正念 自我浅修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此时此刻 我们更需要团结一心 相信政府部门 会尽快解除危机 感谢医护人员 正努力医治病患 世界上无论再怎么困难 只要以慈悲智慧面对 人人行三好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大家重视环保护身 必能转为为安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此时此刻 我们虔诚称念您的名号 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您的慈悲 与智慧 转化外在的烦恼境界 我们要远离颠倒妄想 观人自在 观人自在 我们要远离分别意测 观尽自在 我们要远离执着禅服 观世自在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请求您接受我至成的祈愿 慈悲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请求您接受我至成的祈愿 慈悲似大的观世音菩萨 慈悲伍!!! 心不见乱地 祷祷祷祷 祷祷祷 祷祷 祷祷祷祷